今次的冲击层面,并非只局限在香港而视全球,打击广泛,影响自各行各业,虽然港府希望银行支持中小微企业,但其实港府也应该直接切勒,令中小微企可以利用卖楼套现自救。 本港各行各业无一好景,面对的风险甚高,中小微企能卖楼套现,反而可以自救,不必连累到银行,有利本港经济及楼市。 评级机构标普指出,可能令亚太地区银行信贷成本增加多达3000亿美元,不良资产将增加6000亿美元。 美国多家大型银行表示不会参与小型企业支援计划,是担心承担过多金融及法律风险。 金管局为支持经济,下条银行现有监管处备水平一半,释放超过2000亿港元借贷空间,提高银行资产负债表应对未来贷款需求。 金管局并在半年来两次调低逆周期缓冲资本,CCYB,比率合共1.5个百分点。 释放7000至8000亿港元借贷空间,增加银行体系流动性。 预算案中提出的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百分百担保特贵贷款。 按证保险公司与银行都期望可以尽快公布何时接受申请。 港府拥有过1万亿港元财政储备,愿意向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百分百担保特贵贷款。 但既要麻烦银行参与,当中小企撑不住倒闭又要麻烦银行处理相关手续, 并牵涉到中小企及政府部门。 首尾工程浩大,本港各行各业无一行免地全面惨淡。 前景堪如,港府又有限聚令。 航空客机航线许多经已停飞,外国又封关锁国,许多行业经已陷于停顿。 即使本港银行愿意支持中小企,风险甚高,银行在疫境中被逼参与冒险。 银行控制风险才是合理动作。 政府不如干脆将楼市减辣甚至撤辣。 另一些拥有住宅物业资产的中小微企自行选择。 要经营下去就买楼套然再经营。 舍光就结业,不必牵连到银行参与中小企的生存。 对本港经济及楼市都有利。 对本港经济,不必牵连到银行参与。